你好 歡迎收看8月1號大台東地方新聞 我是陸宇慧 台東省政府今天在原住民文創園區 舉辦了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動記者會 包括多項動靜態展演活動 將持續舉辦到12月17號 新郎嬌清理表示 原住民族是台東很重要的資產 將持續保存其發揚原住民族的文化 打造台東原民文化首都 台東縣府1號在原民文創園區辦理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動記者會 台東 原住民族是 親自民族 商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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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團隊 商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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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郎表示 台東今年做出了一個創舉 將有關原民族的活動集中在8月 成為一個月的慶典 聽得很好 大家好 我們非常開心 在民國83年 政府就把我們原來稱作藩 高砂 山地同胞等等 證明為原住民 在11年之後 94年 把8月1號定為原住民日 從那個時候開始 每年的8月1號 台東縣政府 多少少都會舉辦 信助 原住民日的活動 從我上任之後呢 我們原民處 除了各項的活動 加強舉辦之外 我們也有別於以往 台東縣政府的原民處 直接下鄉 跟各個部落 面對面 討論 部落裡面 種種面臨的土地問題 人口問題 經濟問題等等 那我們在今年 特別做了一個創舉 我們把所有科室 都舉辦有關原住民日的活動 集中在8月這一個月 成為一個月的慶典 那我們希望今年的這個新的創舉 能夠讓同時來到台東的觀光客 也透過我們的表演 透過我們的展演 能夠感受我們的熱情 而原民處表示 希望透過這一連串的活動安排 讓族人與外界感恩 先人們在這片土地的付出與努力 也讓更多人可以了解接觸原民文化 GHR台東市報導